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好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12月26日 西方 即是過聖誕節的 國家 就叫做Boxing Day 拆禮物日 在中國就沒有這個 但是12月26日 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 就是 中共的領袖 毛澤東 130周年的 明壽 明壽意思是人死了 那天是生日 在北京就是隆重 逢十 隆重紀念 這個毛主席的生日 這個習大大就率領 政治局的常委 和政治局的委員 去毛主席紀念堂 大家有沒有去過 等了毛伯伯那條絲 在那裏 用藥水製著的 這樣 我真的 不明白 人家又入土為安 入土為安 一直死了那麼久都沒有辦法入土 七六年死到現在 仍然擺在那裏 所謂占養為傭 如果大家去過的話都知道 大概是什麼樣子 向這個毛澤東的遺體獻花 這個毛澤東在 他的鄉下在 大家知道出生地在 趙山 在二十五號的紫夜 即是十二點 即是二十六號開始 就已經有大批人在那裏聚集 就在喊口號 當中就是包括 已經上了年幾的 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的 雄衛兵 亦都有一些是 中壯年 即是毛死了之後 他可能是剛剛出生的 或者是出生了沒多久的 或者一些小粉紅 在現場喊 喊什麼呢 喊這個 驅逐資本主義 實施公有制 和社會主義制度 喊毛主席萬歲 然後就是高舉 這個毛主席萬歲 永遠為你毛主席的 這個標語 旗幟 唱東方紅 泰海航行 靠舵手 跳鐘自舞 這樣 在網上的媒體 都有人發放影片 我講海外的那些 以前叫做Twitter 那些 現在叫做X 有時候 有一個 就是 這個博 他們叫做播主 或者叫博主 李老師不是 李老師 就播大量的影片 又拍到很多年輕人 喊口號 喊什麼口號呢 不要大官僚所有制 不要打著馬列 主義旗號的私有制 其實就是 改革開放 45年來 改革開放 45年來 即是 他們認為 他們在搞私有制 搞資本主義 就不搞這件事 北京為什麼會有 隆重慶祝的儀式 或者叫紀念的儀式 紀念他的名仇 要率領全體的政治局 常委和政治局的委員 習大大 去獻花 其實那個原理就很簡單 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 大家會 想得到 習大大究竟 他在秉承 是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還是 秉承着 毛澤東的 極左的政策呢 大家知道毛澤東 在任內 所謂任內 即是由 這個中國的領導人到死 其實在中國是 帶來極大的災難 他除了 對中共有功的 就是拿到一個政權之外 大家要問這個問題 他究竟 對這個中國 共產黨 對這個中國 有沒有任何的功勞呢 在他任內 他 當然不是親手 發動那麼多次的政治運動 由這個三反五反 到大躍進 到這個大饑荒 到文化大革命 死了幾千萬的中國人 我形容他是大摩頭 一個大摩頭 是中共的這個創黨的 領導人 但是拿到中國政權之後 有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 死在他手上 死在他發動的政治運動 死在他的政策底下 饑荒 斷糧 而餓死的 有起碼 三到四千萬人 而文化大革命也死了幾千萬人 這個人 為什麼要紀念他呢 如果說中國 為中國帶來比較好的日子 應該是鄧小平 當然 他功同過 大家可以討論 改革開放 為什麼是紀念 隆重紀念 毛澤東一百三十年名秀 很多人說現在中國 包括香港 都是 在文革的2.0 其實就是 毛澤東 這個大摩頭 是 發動者 文革的始祖 是不是 因為這樣的原因 他覺得 習大大是繼承了毛澤東 多於繼承了鄧小平 這個很值得討論 很值得研究 今天是Boxing Day 昨天是聖誕節 在兩年前 2021年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有一套 這套電影 主旋的電影是說韓戰 或者叫做朝鮮戰爭 叫做長津湖 有這個 所謂的冰雕連 冰雕連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 就是要去 伏擊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聯合國軍隊 在冰天雪地 不知零下幾十度 在雪地上 一直在埋伏 打算是 追擊 這個美軍 結果 全年 被凍死 所以叫做冰雕連 長津湖 對這個事職 極盡 極盡 歌功仲 的能事 然後 在大陸 有些 KOL 大V 也嘲笑 這個長津湖 裡面這個冰雕連 最後被捕被坐牢 就說他們 是違反這個 什麼 鮮烈 那個法律 不准詆毀 鮮烈那種法律 這是英雄事蹟來的 不准詆毀的 被人拘捕了 那麼 也都在這套戲播了出來之後 沒多久 那些網民就說 中國在聖誕節 其實不是聖誕節 是感恩節 中國的網民搞錯 所以以為是聖誕節 中國人民 志願軍就吃那些 已經是凍壞了的 硬滑滑的薯仔 而美軍就可以大吃大喝 吃牛扒吃雞 過這個感恩節 他以為是聖誕節 所以 那時候的說法就是 中國人 是不可以不應該 這個 過這個陽節 要抵制聖誕節 要抵制聖誕節 就是這個原因 聖誕節就是 被人去回想 當年的人民志願軍 熬得多辛苦 為中國 這個 繁榮富強 不讓這個帝國主義侵略 作出一個極大的犧牲 你還要去 過這個陽節 慶祝這個陽節 你有沒有搞錯 當時的反美情緒很高漲 我還記得 有一宗新聞 就是 歐陽鎮華 大家知道 這些 已經過氣的演員 唯有 他可以發揮 他的 所謂余暉 回大陸 所以大陸的網民 大陸的觀眾 對他的看法 是很重要的 這個叫做Bobby的人 當年 聖誕禮物 聖誕樹 唱聖誕歌 拍抖音 每個人都有抖音 結果被大陸 這個小紛紅民族主義 那些 瘋了那些 狂熱那些 追擊他 罵他 為何要過 西方的節 為何還要過 這個陽節 中國傳統上 沒有這個 西方的節日 看了長津湖 還過陽節 你有沒有搞錯 這樣 最激劇的 搞到 歐陽鎮華 要 合十 道歉 在網上就說 你有沒有看過 長津湖這個電影嗎 看過之後 就不可以再過聖誕節 這一日是12月25日 結了歐陽鎮華 就要在 拍片 合十認錯 知道犯錯 意思是協議 這些香港人 當然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老老實實 是不是 聖誕節 當然要 入鄉隨俗 香港也要慶祝 但是 遇到這些 完全萬不講你的民族主義 就會碰到一鼻子灰 很奇怪的地方 你看到李家超 在聖誕節那天 也在禮賓府 去招呼一些 共創明天 那些年輕人 小朋友 布置好很多聖誕樹 今天是很甜蜜的日子 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看過長津湖 如果看過長津湖 看完長津湖 就不可以過陽節 我不知有什麼時候會蔓延到香港 究竟這種氣氛 這種越來越左的氣氛 這種越來越反西方的氣氛 最近可能有點緩和 因為 在中國大陸 所有的 排外 反日反美 這些情緒 都是由官方去拆動 最近就說 因為 要 美中關係中美關係 緩和 所以就叫香港 不要那麼反美 所以 不要那麼反美 自然就可以過陽節 所以有這些 政治推動的 一些意識形態 你會看到 極度可笑 是要跟 中國的現實的政治掛勾 中國是怎樣 香港就要 緊跟去做 中國叫你反美 你就要反美 你要制裁那些法官 制裁那些監控官 就空群而出 由 政府官員帶頭 然後到建制政黨 各別立法會議員 全部表態 去美國領事館示威 現在就說不是 要緩和 要緩和 不要再反美 跟美國建立好一點的關係 跟社會建立好一點的關係 大家就全部 收了聲 禁聲 香港就是這樣 如果中國大陸那麼隆重 紀念 毛瓦東 細細一百三十周年 香港會不會緊跟呢 我想今天不會 可能下個五年 就可能會 逢五逢十 是吧 建國大業 建港大業 都是由 毛澤東領銜主演的 大佬 香港 是不是會 緊跟中國大陸 紀念 毛澤東的銘售呢 這件事 我覺得很可笑 很可笑的原因是 在香港 香港為什麼會建立到 今天 這樣的成就 香港的人口的結構 是怎樣組成的 香港人 為什麼會 你不是反共也好 為什麼這麼恐共 原因就是 香港大部分的人口 是在中國歷次的政治運動 又或者 由49年開始計 或者49年之前 就是共產黨 拿政權之前 很多有錢都湧下來香港 現在愛國愛港那班的 第二代第三代 他爸爸都因為 恐共反共而來香港 人口結構 第一代就是這樣 接著呢 接著就是很多次政治運動 三反五反 然後大躍進 然後反右 然後大饑荒 那班人就因為這樣 在中國 可能不是純粹的政治原因 找不到食 我餓死 就跑來香港 接著那批是什麼 那批大逃港 另一批就是文化大革命 之前之後 湧下來 香港的人口結構 就是因為我們為什麼叫 避秦 為什麼避秦南來 秦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 就是中共 避秦南來 建立這個小島 由一個漁村 逐漸 發展成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這班人 他的上一代 或者再上一代 無論是基層的 無論是中產的 無論是有錢的 我譬如來到英國的朋友 不少跟我說他們上一代的經歷 他們說他們那個 價值觀的建立 意識形態的建立 是從他爸爸媽媽那裡來的 譬如有些人 我想在香港不少的人 都是 他們是印尼華僑 因為在海外的華僑 受歧視 所以都是希望自己的祖國強大 能夠站起來 但是 中國共產黨 拿了政權之後 在印尼 怕著華人 共產黨的第五中隊是特務 於是 血腥排華 於是他走到香港 排華之後 回到中國大陸 回到中國大陸 因為你是華僑 你有海外的關係 但是 就成為了鬥爭的對象 文化大革命鬥得很慘 於是 再第二次 逃亡 來了香港 來了香港 他的下一代 亦都要去逃亡 去英國或者其他地方移民 香港的人口的組成就是這樣的 那他那個 最大的源頭是什麼 災難中國災難最大的源頭就是 來自毛澤東 那如果你在香港要搞紀念華東 小小130年冥壽 不知道這兩天會不會搞 我覺得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 在香港 對於香港人來說 對於香港人這種痛苦的回憶 特別是第一代的 痛苦的回憶 對他們來說會有什麼反應呢 在中國隆重紀念華東 這個冥壽 我認為是一個不祥之少 對中國向前的發展是一個不祥之少 對香港也是一個不祥之少 看看事態 會怎麼發展下去 那我就覺得 沒有最差 只有 只有更差 我經常說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如果中國要跟著中國大陸 香港要跟著中國大陸的指揮棒 這樣轉 跟著他的主船來跳舞 香港 是回不了身 只會繼續沉淪下去 好了這次講到這裡了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者 歐花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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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